作劉雯 叭启 怎么回事 快 惊玮 Happ o 这些剑都在追着那弹光 说不定 它就是破局的关键 它就是破局的关键 这是什么 声音没了 路也没了 看来我已经来到了 奇迹之间的第二关考验 只有解决这里的考验 才能继续前进 这形状 试试这个 为什么只有那道门没有亮 或许 只要点亮门上的水晶 就能找到出路 滚山 只要用光丘填满它就可以了 难道说 这个机关是有时间限制 看来 得在福如花掉落前 将所有光丘填进去 不然机关就会重置 再快一点 成功了 怎么会 怎么所有光丘都被填进去了 还差一点 相由新生 竟由新转 难道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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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让我往前走吗 前面已经没路了 这是要怎么走 居然变成了我的样子 她的灵力 你的宣法 技能 提起战斗方式 都与我一模一样 那要怎么做 才能战胜这样的自制 不接骑士 能使用守护与长剑梁准是吗 这些都是我的优势 广斩剑梁准 他从一开始到现在的丝毫不知平均 但也不会受伤 而我这一直在被消耗 但逐渐通知 如此下去 我只会被他耗死 时间拖得越高 我就会越危险 得尽快找到破局的办法 动下悬原剑 作为一个合格的守护骑士 面对这一招 就应该放弃攻击 全力防御 只要耐心拖住 就有机会绝地反击 但 作为一个合格的惩战骑士 你必须以攻对攻 只有进攻 才是最好的防御 人力防御 心灭进攻 防御 进攻 防御 进攻 防御 不对 这不可能 历史上从没有人能够 从事修炼承剑与守护 以承剑骑士的战法 弱后 什么都修炼 我还是什么都修炼 也许一直以来 我对双修气势的理解都是错的 它并不是承剑技能加守护技能的组合 而是将其融会灌通 走出毒术用自己的一条路 这个世界 独属于我龙昊臣自己的战斗 真正的双修 应该是将守护和城建 进攻完美如何 我而为意 我而为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